别看娱乐圈中想嫁豪门的女星不计其数 但还是有不少女艺人对坐 豪门阔态并不感兴趣 比如袁永怡 也比如她的闺蜜姚盈盈 她们都只想找个相知相许的良人甘苦与共 直到生命的尽头 可惜的是同人不同命 袁永怡很幸运遇到了张志玲 两人相濡以沫成为了圈内的一段佳话 而姚盈盈虽然甘于平凡 从未奢望能麻雀变凤凰 但她的真心只换来了刻骨的伤害 1972年出生的姚盈盈 曾是新加坡小姐选美比赛的冠军 而她也是因此才会代表新加坡来参加环球小姐比赛 进而与袁永怡相识成为了默逆之交 比赛结束后 姚盈盈因为不俗的外形 被刘德华看中成为了她单曲 《真我的风采》 电影版MV女主角 之后她选择留在香港发展 在亮亮的牵线下成为了TVB的签约女艺人 然而 彼时的姚盈盈虽然样貌出众 但在美女如云的TVB其实一点都不起眼 因此她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待 一切都要从低做起 不过她本人对此倒霉没什么在意 也只是将演员当成了一份工作 而姚盈盈的好心态 以及她在表演上不失天赋与努力 让她慢慢从《装死》的龙套 过渡到有了一两句台词的小配角 最终她靠着《天地豪情》中对罗嘉良痴心一片的苹果 感动了无数观众 也让TVB对她开始有了看重 此后 姚盈盈欲发的高产 在《天地豪情》 《喜渊路》 《驼枪师姐2》 《寻秦记》 《施公奇案》 《冲上云霄》 《法政先锋2》 《全家福路受探案》 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党剧中 都能见到她的身影 同时 姚盈盈虽然未能做成女一号 但她还是凭借不俗的演技 成为了TVB不可或缺的黄金绿叶 即便是罗嘉良 欧阳振华 谷天乐 萱萱 吴振宇 汪明权 王祖兰等大咖 姚盈盈也合作了不止一次 然而 姚盈盈的演艺事业算是不如正轨了 感情却也是一波三折 她出道至今22年 前后就谈了两段感情 初恋时交往8年同在TVB工作 担任一人化妆师的江中平 但南方先后移情2000年 香港小姐的亚居杨康仪以及舍施曼 之后去了国外进修 独留姚盈盈一人在国内备受情商的煎熬 2003年 姚盈盈敞开心扉再次恋爱 对方是圈外人 长相一般却敦厚 身家也很普通 只是个上班族 可惜两人在2011年时连孩子都生了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如今姚盈盈已经45岁了 岁月无情 她早已不复当年的美貌 身材也是走行发福 但多年来她从不自愿自爱 只努力赚钱养活自己与儿子艾文 还是让不少网友觉得这样自信坚强的她很美 加油吧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感谢观看